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画面看到的是洁瓜 下南瓜 旁边那个洁瓜花 在意识餐厅会有 裹粉下去炸 也蛮好吃的 那这一集呢 我带大家做的是洁瓜面 你不用去买什么器具 来把洁瓜弄成面条 家里都有这种刷腔的 你用这种就好了 然后记得洁瓜就是从头到尾 这样子下去刷 不要来回 因为这样子面条就会很小 刷长条的就像画面中看到的这样 然后这次我搭配的是白虾 因为这样子就整个是一个高蛋白 然后低淀粉低糖的一个饮食 地中海饮食 然后这边看到 因为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洁瓜呢它需要有油 跟它一起加热煮 这样子它的脂溶性维生素 才会比较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 而且好的橄榄油 其实真的都不用怕 所以像在做洁瓜料理 我就会加很多油 因为基本上我这道料理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油脂 然后这边看到我就先下蒜头 然后还有 我看我还有切了牛番茄 然后还有珠葱 我也蛮喜欢珠葱了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有珠葱 所以我看到的话我就会买 如果香菜的季节啊 很多香菜我也会买 跟着时节吃 跟着时节走 然后先把蒜头跟牛番茄炒香 之后我就把我们刚才炒好的 节瓜面倒下去炒 不需要炒太久 因为节瓜本身很juicy 所以一旦你炒太久之后 它就会出水 所以大概炒到它有稍微变一点颜色 就差不多了 然后刚才的白虾 那我有先煮过 然后把它的壳都先剥掉 今天看到我把牛番茄倒下去 稍微淡炒一下 牛番茄啊 番茄也一样是要加热 它的切红素会比较好吸收 所以每一种食材啊 它有它正确的料理方式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更容易摄取它的营养 然后我这边有加一点海盐 然后一点黑胡椒去做调味 然后就把刚才的虾子倒下去拌炒 虾子已经是熟了 殼也剥好了 所以我就是稍微去让它混合拌炒 味道融合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餐啊 我自己一个人吃掉了两条节瓜炮的节瓜面 其实我本来只有炮一条而已 可是我觉得不够 然后这个冷冻白虾 是阿东起家是木鱼白虾的 白大大虾 我自己一个人也吃掉一包 然后看最后这个我就是把 猪葱倒下去 其实这样吃都还好啊 因为没有什么太高的热量 反而是蛋白质跟一些其他的营养素是很多的 味道融合之后 稍微拌炒就可以起锅了 这一餐的准备时间不用很久 料理时间也是 非常鼓励大家在家里自己做简单的料理 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